这个是黑胡椒鸡腿排 也算是这边的重头戏了吧 这个牛肉看起来很不错耶 看得好饿 现在之所以这么完整 是因为我先跑来拍甜点 不然等一下可能就没办法这么圆了 是不是有治愈感 很治愈 嗨大家好我是云飞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位于西门町永安站的 午餐酒馆 这间餐地娜在疫情期间 听说曾经停掉一段时间 所以我记得我看到最后一天实际好像是2020年了 蛮久了 那据说也是今年1月底才重新开放午餐用餐的时间 好像还没有看到晚餐只有午餐 午餐的话现在这边的平日 是统一价格是550块钱 假日是650 那这个价钱呢在饭店来讲不算贵对不对 虽然他不是什么五星级啦 不过呢 还算平价 能够吃到些什么呢就很重要咯 好啦我们这就继续看看 一餐酒馆现在的蜘蛛吧有些什么咯 走吧 在饭店用餐就是有这个好处 面包果酱是少不了的 看看 口味很多种哦 那么多果酱 还有各种的配料 跟饼干 铝带式的烤面包机速度很快 然后呢我觉得最酷的是这个 他们各式综合面包 你看到各式会觉得说 哦可能就是一两种对不对 不是耶你们看 真的很多种耶 有厚片吐司啊 还有牛角面包 四种面包你们看 还不错耶 那我们来到熟食区了 第一道菜就是凉拌贵妃鲍鲍鱼 它是一片鲍鱼 然后上面有沙拉酱 这个摆盘相当可爱哦 还有泰式皮蛋 这个呢就是皮蛋上面有一个 有一片番茄片 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开胃很解腻的口感 我猜绝对是很开胃的 吃完之后马上开始私欲大增 然后呢这个凉拌海泽皮 你有没有感觉很像是我们 板豆的第一道第二道凉菜 我觉得超像的 我小时候吃喜宴就是这样 那还有很接地气的 饭锅跟卤肉饭啊 这个一定要的台式卤肉饭 看看卤肉饭 刚才呢据说 料非常的多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除了有豆腐啊 有鸟蛋 还有很大块的肉块 这个料真的哇 哇丰富耶 美日榨物跟海鲜卷 今天的榨物是蘿蔔糕 然后呢酥榨海鲜卷 这个灯光打得好啊 旁边季节食蔬 这个是青花菜甜椒 还有牛肉 这个牛肉看起来很不错耶 看的好饿哦 还有我弟超爱的 瘦桃跟奶黄包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颜色好粉嫩哦 好讨喜哦 下面还有叉叉包 不要忘记下面还有一层 哇好棒哦 好好吃哦 这个等一下我也要拿 这个是黑胡椒鸡腿排 也算是这边的重头戏了吧 看看这个肉 哦 不错哦 分量很多耶 然后那个黑胡椒酱 看起来好美味哦 看起来很好吃耶 天气凉凉的 当然要有汤品咯 红豆汤 还有药炖排骨汤 甜的咸的都有了 我在这边哦 想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药炖排骨 很不错哦 料很多 而且很浓 刚才我有盛了一碗非常香浓 味道是很浓的那一种 不是那种淡淡的哦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话 哇这道很适合你 很赞哦 好了 这就是我的粘利品了 鲍鱼跟皮蛋都有拿 还有海鲜卷叉烧包等等的 萝卜糕也来了一片 当然啦我受不了诱惑 一定要来一块面包 因为呢他们实在太新了 就是毕竟重启的时间还很短 所以呢可能有很多观众 是对他很陌生的 在这边呢就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致是这样子的 太好吃了 我刚没有忘了下面给你 下面是那种 饼 不是饼 下面是那种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讲的 就是配上刚刚那个绵密的 那个口感超棒的 哇 叉烧包好吃耶 我们三个呢一起吃了一轮 餐点之后啊 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 它每一样东西 都是花了成本的 比如说像提大米苏 我弟说超绵密 然后叉烧包非常的好吃 他们应该是把很多心血都花在 食材本身上面 而不是说追求多样性 这个就是大家的追求啊 有的观众要求的是 东西要好吃 不一定要多 那有些观众希望选择多一点 对不对 这就看大家怎么想了 我是觉得他们的550块钱 是砸在食材身份上了 还不错 算好吃喔 那我吃到一半呢 我弟又去夹了鸡腿排 鸡腿排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抢手 刚才我们拍完一轮之后呢 果然马上就补菜了 马上就被拿光光了 毕竟看起来真的很好吃 厚度 分量 那美味程度 这个都是过关的 可以喔 饮料方面啊 也蛮出乎我意料的 确实还蛮丰富的耶 看看 有冰的也有热的喔 所以不用担心 天气冷还得喝冰饮喔 这边有洋乐多喔 然后呢 有橙汁跟蜂蜜柠檬汁 都是冰的 然后呢 有茶包 所以当然有热水囉 还有黑糖鲜奶茶 柚子蜂蜜绿茶 跟这个薄荷绿 哇 很解腻 原因呢 就在于旁边 就是甜的了 看看 有巧克力蛋糕啊 乳果蛋糕 跟提拉米酥 现在之所以这么完整喔 是因为我先跑来拍甜点 不然等一下可能就没办法这么圆了 是不是有治愈感 很治愈喔 好可爱喔 这边还有第三区的小蛋糕 种类很多 最后是三种水果喔 是不是很美 不只是灯光的关系喔 确实他们的水果看起来是蛮新鲜的 量也很多 还行喔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冷热饮以外呢 这边还有一台咖啡机喔 所以想喝热咖啡的话呢 记得来这里喔 刚才看完饮料 你们是不是觉得少了什么 没错 少了汽水 对不对 这边还有一区耶 连我都没想到 还有汽水喔 观众汽水 还有沙拉吧 是的 你们没看错 这边还有沙拉喔 就放在他们柜台前面 非常懂得利用空间 然后啊这个颜色 这个灯光打下来太美了 还有沙拉酱 柚子酱 千岛酱等等的 配料也很多喔 丰富喔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连续两周都在吃卤肉饭了 这边的卤肉饭也很好吃 跟上次的金峰卤肉饭有点不一样 它的香气不同 但是呢这边的料很多很好吃 鸟蛋很赞 然后有豆腐又有香菇 嗯 好香喔料多味美 好啦 既然两周都在吃肉肉饭 那我们就来教一下 客家化的卤肉饭怎么说 像我们台语啊 有分肉肉饭跟焢肉饭 焢肉比较大块嘛 卤肉是碎碎的肉 但是呢客家化 我们印象中就没有这样分 我们印象中就是 用焢肉饭来代替焢肉跟卤肉饭 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只讲焢肉饭 那客语怎么发音呢 就是 焢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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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焢是不是很好发 就很类似对不对 只是重音不同 不然也是 只有牛 这个发音比较需要努力一下 再说一次喔 客家化的焢肉饭 牛肉饭 都叫做焢肉饭 焢肉饭 学起来了吗 好喔 我们已经进攻甜点了 我拿的是千层蛋糕跟提拉米酥 据我弟说 他们的提拉米酥口感超级绵密 超级好吃 所以我受不了诱惑 一定要来一个 千层蛋糕是我个人的爱啦 一定要吃一个 好久没吃了 哎呀 我希望他们以后可以进攻下午茶 因为他们的蛋糕真的还不错耶 是有在水准以上的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这就开动了 好啰 让我用我的蛋糕 跟你们说拜拜 这个是千层蛋糕 跟提拉米酥 看起来还不错齁 我觉得卖相还不错 而且口感就是 确实是还不错 刚才有偷吃一口 真的蛮好吃的 偷吃了我弟的东西 好啦 大家觉得这间 永安站的 怎么样呢 我个人先做个总结齁 它其实很像我们之前造访过的 MJ Kitchen 就是小而美小而静致的蜘蛛吧 就是呢 东西选项不算多 但是呢 你装的每一道菜都算好吃 大概就是这个风格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你胃口不太大 但是你又想要吃各种餐点 然后想要自由选择 那想要一个可以跟朋友聊天的 舒适的 温馨的环境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 观众族群的话呢 这间就很适合你了 它东西不多 但是都算好吃 然后呢 饮料跟蛋糕尤其很棒 就是 你看你在这边当下午茶吃 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然后呢 时间也很充裕 还不赖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了 喜欢我 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订阅哦 我是鱼飞 我们下次别人参与继续吃吧 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